马祖的海底电缆从二月份中断到现在 严重影响到当地的网路服务 也让不少民众在这一段时间 只能够蹲在中华电信的门口 用微弱的信号上网 而现在中华电信也宣布 已经提前完成了台马微波系统的扩建服务 今天开始正式启用 渴望在年底之前 让微波被原容量大幅的扩增 未来就算是海底电缆全断 也不会断网 二八廉价期间 在中华电信人员赶工下 力拼完成台马微波系统 一点六局扩建工程 今晚中间历经气候因素搅局 工程一度受阻 不过最后人顺利完工 三号进行测试 七号正式对外开放 将有助当地民众联网不再卡卡 在连线上面大概都会停格 你至于说 这个手机跟正常的那种使用状况 落差还是很大 所以只有一般重要的讯息传输 是没有问题 东野乡长透露 目前当地网络使用状况 已经恢复六七成以上 但相较正常网络使用速度 仍需努力 据了解 马祖疫苗对外讯物量 大约是九Gbps 微波备原容量 大约是二Gbps 原本预计三月中提升到三点八 Gbps 不过现在提前到六号完工 七号正式启用 将增加百分之七十三的上网容量 年底前 微波备原容量将增加到八点一四Gbps 也就是说万一海底电缆再断 仍有稳定网路可用 有当地民众实际上网测试 点开网页不再是一片空白 而能够正常上下滑动浏览 不过想追剧或点开网络影片 网速还是不够顺畅 看到一半就会卡住 尽管中华电信积极争取海浪船 预计四月二十号抵台抢修 四月底完工 但台马网路问题如何不再卡卡 虚拟定配套才能一劳永逸 救援船能不能建置 但设置救援船 这个船要一亿多了 经费 那我不晓得 第二个就是 有一些相关的建置设备等等 那么请述一步要负起责任来 除了阶级抢修海底电缆 针对马祖地区过往部分 像是电路出租费用 二三月都全面 四月则依照七月办理检收 不过比起检收 民众只期望台马通信服务 尽快回复正常 记者原此 庄志成 台北马祖报道